如果来上海两天一夜怎么安排 就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今天我系统的给大家回答一下吧 就上海玩的地方很多 然后我加了一些前提 因为基本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呢 大多数是没有来过的 那么我觉得如果第一次来上海的话 我觉得就很简单了 就去上海最知名的地方 因为两天一夜其实玩不了太多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一夜一定要给你惊喜 让你之后有时间或者有钱了以后 你还能再来上海 那我们就其他地方就不用去了 就去最繁华最知名最顶级的地方 很显然就两个地方 浦东的话就是陆家嘴 那浦西的话就是人民广场南京东路 外滩以及城隍庙 这几个地方都很集中 外滩的对面就是陆家嘴 陆家嘴的对面就是外滩南京东路这一块 所以合理的分配好自己的时间 在这两个地方转悠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说几个点 浦东陆家嘴的话大约也就只能玩 最多半天 就是你在那里逛逛拍一下三件套四件套 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上海荣兴大厦 东方明珠等等 上去看一看 然后在那里面高端商场里面逛逛吃吃饭 或者去那边的那个冰江里面转一转 大概我觉得半天和一个晚上就够了 很多如果不去楼顶上去看那个观光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花个半天左右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全中国的那个金融中心 这种最高楼 它的那个震撼程度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很多人对上海最初的了解就是东方明珠 看看东方明珠不一定要上去 我觉得也是够了 拍照打卡差不多 因为如果我们上去特别是在暑假哈 排队很长时间的很多上海人 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去过那个东方明珠的 那东方明珠去不了 那去上海中心或者环球金融中心等等 这个是可以去的 我也有视频呃整理的攻略 这是普通的安排 普西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丰满丰满 你可以从早上一直晚到晚上 举个例子 假设你住在人民广场附近 对吧 那边有个人民公园的那个乡亲角 我觉得挺有上海特色的 大家去可以看看 看看那些就是所谓的那种高端人士 或者是男是女 他们的一个要求 然后他们的父母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可以看看 第二个就是人民公园过完以后 接下来那个上海新世界城 那边有个景点可以去看看 就是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这个蜡像馆 我自己非常匆忙的逛完 都花了两个小时 就是他有很多名人的那个照片 如果我们看不到明星 那在那里看他们的蜡像 也可以打卡一下 这个看自己个人的程度 反正我觉得小孩和一些中老年人蛮喜欢的 比如我妈妈 她去那边就很开心 她可以跟很多所谓的明星蜡像拍照 如果你不去的话 那你绕着南京东路 去看一下那个南京东路的那种热闹氛围 还有那边那个有那种相对城市国道建筑的 或者电视里面看到那种状态的建筑 我觉得是可以看看 然后南京东路那条街 很执行 一直可以通到那个外拆 这条街的话 基本都是步行道 所以还是比较舒服 比较惬意的 南京东路这两边也有蛮多小店铺 或者吃的什么东西的 你慢慢逛 我估计你要花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有的人可能还会去商场里面逛一逛 等等 买点东西等等 两三个小时左右 那逛完差不多对吧 正好到了外滩那边 最后在外滩那个看万国建筑群 甚至你可以看对面路家嘴的夜景 这个也是不错的 那另外我们前面提到的城隍庙 其实也是在那个南京东的外滩附近 可能大概一公里左右吧 你步行大概十到二十分钟左右 也就能到了 城隍庙 就是有上海很多的小吃 然后有灯会什么东西的 过年反正特别特别热闹 平常应该没有那么紧 然后很多人吐槽那边的东西不是特别地道 或者价格不是特别贵 我觉得可以尝一尝的 因为毕竟我们不会在那边大吃大喝吧 但是那边会有上海这边小吃的一种集合 我觉得偶尔边走边逛吃一时 也花不了特别特别多的钱 所以可以试试吧 上海其他地方是你特地走到那边花时间 花精力也是蛮多的 对吧 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花完全一整天的 就是普西这一块 然后前面我们也讲了嘛 就是普通普西 其实它是离得很近 它是有不同的交通通路的 你可以坐地铁 坐澳县地铁 它有陆家嘴站 也有南京东路站 所以地铁也是非常通达的 那有些人他可能想要领略一下 那个黄埔江半的这个风景 大概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坐轮渡 轮渡的话只有两块钱 大概能感受一下这种感觉吧 那稍微愿意花钱的 他可以做那种游轮观光 游轮观光应该是几百块钱 也不是特别贵 就是时间会长一点 然后可能舒适度会宽松度会更高一些 那还有一种通胎 就是可以做那个外滩的观光隧道 这个隧道就被很多人吐槽过 就是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灯光秀嘛 相当于你坐着一个穿行的那个车 然后那里面都是灯光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 哎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你发视频 我估计还会有蛮多的流量的 就我每次看到有人发这样 就是做外滩观光隧道的视频 哎流量都报好 所以看你们以什么心态去吧 如果你说指挥票价的心态 那肯定指挥不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带孩子体验 或者你以打卡的这种心态去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外滩 我觉得你远到外滩的那条路 在那里慢慢走走 一个小时拍拍照 我觉得时间也蛮长的 对吧 那个外滩 除了万国建国群 除了对面的陆家嘴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秦深雨蒙蒙拍摄的那个场景嘛 外摆路桥的那个场景 其实也可以拍 然后大家一直往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他可以走得很远 那边的视角其实也蛮漂亮的 而且也能拍到比较好的 那个对面 陆家嘴的那种风情 然后外滩很多人说建议晚上看 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态 其实白天看也有自己不同的意境的 白天你能看到很多明星 就是前段时间我刷视频 我发现有一些小明星 还有小网红 他会在外滩那边就是边走边唱歌 有可能你可能就碰到一些小明星 也挺有意思的吧 就当然所有的一切 就看你以什么心态来逛 我觉得这几个地方能代表上海的意思 第一次来 我觉得强烈建议去 给自己留个美好的印象 那以后你才有更多的那种机会 再来到上海去挖掘上海其他的一些特色 对吧 上海其他特色 什么武康路 安福路 新天地 还有淮海中路等等 这都是可以去慢慢去品味的 然后有的人也喜欢迪士尼 都可以去逛 但是可以放在第二次 第二次可以留多长 更长一点时间 那整体来说 上海还是以城市观光和购物为主的 这样一个城市 它不像其他地方 什么有山有水 有大的这种绿色风景 这些东西你就不要期待 但是 全世界最顶级的这样的一些 奢侈品 最顶级的一些科技 最顶级一些楼 都在这边 这是可以期待的 那最后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毕竟上海这么大 它就是囊括了所有的人 然后所有不同形色的区域 它肯定是有最繁华的地方 也有稍微就是落后的一些地方 就大家不用看到说 它某些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 那个成就 或者是所谓的装难差 就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怎么样 因为上海太大了 它肯定不可能 所有地方都是世界顶级的 那大家就是 这些东西可以忽视 然后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就带着美好来体验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两天一夜的行程 如果其他的行程 反正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去给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反正我或多或少 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个 解体的梳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医生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